各位同心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 是國語家 這個國語家的題目 雖然是很小 但是卻是很重要的題目 國要成為一個國家很簡單 只要有四個元素就好了 我是法理學院 台灣法理學院第18期 第三屆高級班 目前是擔任新竹州的副州長 我叫王選傑 根據1933年12月26號 十九個國家在南美洲烏拉圭 蒙特維多這個城市簽的一個合約 叫做蒙特維多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 由這個公約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看出來 要成為一個國家 它那個國家有兩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就是權利 再來就是義務 當一個國家有權利 當然也要有義務 這是相對的 所以這個公約叫權利義務公約 權利越大 義務也相對的就越大 我們常常都在說 日本啊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權利 放棄權利啊 還有義務耶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公約上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一個國家是有權利跟有義務的 要當成為一個國家 很簡單的 就四個元素就好了 什麼元素 就是第一個要有人 第二個要有領土 第三個要有政府 第四個要能夠外交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要成為一個家 也是一樣 我們啊 你的家裡面啊 你問你的小朋友 你們家有幾個人啊 每一個小朋友都知道 絕對不會說 我家阿公阿嬤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分不清楚 如果分不清楚啊 那你這個家就不是家了喔 第二個啊 人啊 一定要有住的地方 第三個啊 就是要能自治 要能管理自己 就算你一個人啊 就算你一個人啊 成為一個家 一個人成為一個家 也要能夠管理自己 第三個啊 第三個啊 要能夠生意 拖著這個啊 不只生活 生也要生殖 才能成為一個家 一個國跟一個家 是相同的道理 這四樣裡面啊 最重要的是人 人啊 以食為天 我們啊 每個人都要吃飯 每個人都要睡覺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 要怎麼知道 有幾個人吃飯 有幾個人睡覺 我這個國家 有幾個人吃飯 我一定要了解嘛 不然啊 我的家人啊 我今天出去 要買幾個便當回來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這樣 所以啊 一定要知道 你們家有幾個人 不能說像 某些國家說 我們有13億人 不對勒 好像有16億勒 這樣就不對了 要知道幾個人 要從身份證開始 要發身份證 才知道你的國家 有幾個人 是不是這樣 不用大概啦 我家大概三個人 買便當買五個 所以啊 我們台灣民政府 開始執政了沒有 已經執政了 從發身份證的第一天開始 就已經執政了 只是啊 我們還在賠錢 管理人民開始 就是開始執政了 你們不要誤會啊 說要拿到什麼東西 才是執政 開始發身份證 就是開始執政了 只是還在賠錢 中華民國呢 這個流亡政府啊 他不是政府 所以啊 他只能發 國民身份證 國民身份證啊 不可以參加選舉 因為啊 國民沒有四個權力 公民啊 才有權力 這是全世界都一樣的 全世界都只有ID卡 才有權力去選公務人員 公民啊 才有四種權力 國民啊 是沒有權力去投票的 為什麼你們可以去投票呢 因為啊 他希望你們 選 選一次啊 得一票 可以有230塊 所以啊 你選越多給我 我越有錢 用選舉啊 來把你們模糊掉 你們不是公民 有時候啊 你們會覺得說 中華民國從來就沒有公民啊 對不對 好像沒有人有領過公民證啊 我拿證據給你們看看 剛剛領的那張身份證啊 就是生活在政治戀儀當中 的原因啊 領那張身份證啊 是不能當兵的喔 因為啊 你是國民 國民不用當兵 要公民才可以當兵 才有效忠的對象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啊 他老是在騙我 這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發的公民證 寫得很清楚 公民證 你會以為喔 啊 這個是在中國大陸發的 在台灣沒有 中國大陸啊 他也有過選舉喔 這裡啊 區域選舉啊 發票意 還宣誓登記喔 特給此證 又給公民 向警授 這是在浙江省啊 榮遊縣 縣長周俊浦 浙江省 農遊縣啊 廟下鄉 這是不是公民證 中華民國是不是有公民 這樣看更清楚一點 這樣看更清楚一點 有沒有 向警授 廟下鄉宣誓 這個是在 他們說民國25年8月12號 那時候選舉的 所以啊 選舉要公民 公民證才能選舉 這一張呢 也是公民證 這張公民證啊 叫陸濟敦 南 他是 台灣省高雄縣 縣長 謝東銘發的 公民證 中華民國35年2月 很清楚 有公民證 對 這是禁照 舉行宣誓 登記 特給此證 這張也是公民證 這是在窮 好像是窮林 新竹縣 這一張啊 看起來更 經典 高智航 高智航應該是 劉王軍的空軍啊 這個人啊 他蔣中正直接發給他的 公民證 高智航 高智航 這一張呢 西社里 林氏碧院 台灣省 台中縣 縣長 這個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曾經發過 公民證 就是我們拿的是 國民身份證 在啊 1976年3月23日生效的 一個人權公約 叫做聯合國人權公約 他這個人權公約 有兩個公約 所以他們一般叫做 人權兩公約 第一個公約啊 是公民的政治與權利 他沒有說 國民有政治權利 是公民才有政治權利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這是人權兩公約 這個公約啊 一簽下去啊 就成為國際法 本土台灣人啊 就是因為我們開始發身份證 其實已經開始執政 其實啊 畢師長他只是 比较客气的 他不想太急躁 开始发身份证的第一天开始 就已经开始执政了 常常很多人都一直问我 我们什么时候要执政 中华民国什么时候 要把政权交给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可以接掌政权 这都不正确的想法 我们从来不要求 从中华民国上面 拿到政权 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要接的政权 不是从中华民国这边来 我们能够控告美国 就是因为有刚刚那两个人 人权公业 有人权公业 我们才可以控告美国 秘书长带了本土台湾人 228个人去告美国 就是因为台湾 台湾人没有人权 为什么没有人权 人权公业上面 规定的很清楚 每一个人的人权都一样 平等 要怎么平等 你有的我也有就是平等 全世界所有人 都可以领护照 随便要出国 怎么出国 自由来去 就是我们台湾人不行 所以我们就去告美国 经过来来回回 12次的攻防以后 美国的法院判了五项 我们告了还没有 在3月18号判决之前 我们就已经先成立台湾平民政府 3月18那判决下来 总共有四点 他是一项一项判 比如说好像是两庭判一件 两庭判一件这样 不是一次最高庭的时候 到最高庭才判 他是第一次判本土台湾人 没有国籍 然后在告两庭的时候 他又判了 他说台湾人没有自己的政府 第三个 我们还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 就是因为我们领了一张国民身份证 国民竟然还参加选举 就是在政治炼狱当中 你自己不知道你关在炼狱当中 所以就政治炼狱 第四点 他判美国 仍然是台湾的占领者 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上面看得出来 第五点 他要求行政单位 要主动的帮助这些人 第一点 恢复国籍 第二点 成立政府 第三点 要脱离政治炼狱 第四点 要遵照旧金山和平条约 下去走 所以现在美国帮我们成立台湾民政府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为什么不是国务院 因为国务院跟国安局是不同的 国务院它是经济的 它最大的利益 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赚钱 它是赚钱为主 所以国安跟国务院不一样 国安局帮助我们成立台湾民政府 国务院它不会理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国务院赚钱 我们是想要国务院赔钱给我们的 所以国务院它不会帮我们 国务院它才会帮我们 2009年的10月05号 最高法院它宣布先搁置本案 为什么要搁置 因为它说 他愿意把政权交给你们 交给你们这些人 但是没有看到你们这些人在哪里 问题就出在这里 那个法官就问他 那你要多少人才够 国安局跟他讲 当初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流亡来台湾的时候 带了一千名的公务人员 现在台湾的人口已经成长四倍 所以要四千名的公务人员 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训练 四千名公务人员的原因 为了使台湾 台湾人员 台湾人是本土台湾人员 那时候还是日本的国民 成为中国人 他下了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是由行政院下的 他只是台湾省的行政长官公署 回溯台湾民众 自1945年10月25日开始 一律恢复为中华民国的国籍 但是我们这里写错了 他是一律恢复为我国国籍 就是这张 这张是行政院下的命令 他上面写得很清楚 原有我国国籍 我国是哪一国 他没有讲 到最后 在10月25号那一天 原有我国国籍 原有我国 他就跟那个现在 马英九跟美国 签那个什么免签的时候 那个报纸上面就登了 我国免签证 我国是哪一国 他没有讲 而且在下面 同一张命令 他说一律恢复国籍 可是他这里也没有讲 一律恢复哪一国的国籍 所以大家都以为 我们恢复为中华民国国籍 其实不是 我们恢复为日本国籍 只是他不跟你讲 让大家都模糊 你越模糊 对他越有利 1946年1月12号 中华民国强迫台澎人力 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这件事情下了那道命令以后 英美两个国家三次强烈的抗议 他说永久不会承认 结果因为他不承认 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只好发国民身份证 因为公民要有投票权 公民是有国籍的 但是国民是居民而已 所以不用 所以他这一张 是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这是第一张 第一份 在1947年的5月开始 他发行国民身份证 而且 他说你恢复国民以后 不可以再姓日本的姓 不可以叫日本的名字 所以要罚遣 御实申请者 除以罚款 自1946年10月以后 禁止使用日式的名字 而且是在1953年 结合胜下 这个是欧洲的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 是1953年就已经成立 签约了 他上面有一条规定 很清楚 就是禁止任意 除去任何人的国籍 而且任何人 都可以自由的进入 自己的国籍国之中 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人权 所以 为什么流球 要发这张旅行证件 的原因就是这里 因为流球也是被美军占领 美军占领当中 流球的人民 也可以自由旅行 自由旅行怎么办 他又不能领日本的护照 因为他是美军占领 所以 美军就发了这张旅行证件 旅行证件是美国民政府发的 这叫流球内岛 美国民政府发的 旅行证件 我们要想一想 中华民国 这个流亡政府 他有没有发过旅行证件 他也有发过旅行证件 这是他发的旅行证件 中华民国 台湾金马地区 往返许可证 这就是旅行证件 一样是黄色的 因为国际法里面 他们也有规定 流亡政府 护照只可以用绿色的 被占领区 护照 旅行证件就是黄色的 主权国家的护照 就是蓝色的 像美国一样 深蓝色的 这是福建省政府 本来是设在台湾的新店 现在已经搬回去金门了 这是在金门的 李登辉还提名在这边 这是在1992年11月7号 金马地区 是停止政务 战务 战地的政务 开始实行地方自治 所以回归所谓的民主宪政 这都是在骗人 没办法讲 只好讲东讲西 他说福建省政府又奉命 从台北新店迁回金门金城镇 这个照片 就是那时候在免迁的时候 我国跟美国签免签协定的时候的照片 他说AIT因应免签 裁员裁到200人 其实已经裁到剩下45个人了 他本来是450个人 裁到现在已经剩下45个了 45个要怎么办公 没办法办公 只好上网签证 上网签证他就跟你说免签证 上网签证叫免签证吗 模糊 AIT啊 AIT 裁到剩下45个人了 干嘛要盖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这是在内湖金湖路100号 金湖路100号 他造价用62.8亿的台币去盖 盖这个有2万坪的基地 占地6.5公顷 全部都美国包商下去盖的 而且是设计绿色的建筑 他还说为了保密防碟 都是用美商来盖 内湖新冠会不会驻有海军陆战队 AIT 说 等到落成以后再讨论 其实他们已经早就讨论好了 他说在当初要签的时候 台美 中华民国 是流亡政府 不是我们台湾 已经达成默契 会有美金郡柱 其实他都不会讲明 美方 希望我方允许内湖新冠 归类为特种建筑物 为什么要归类为特种建筑物 就是免建造 免消防 什么东西都免 免检查 中华民国政府 多有骨气 你知道什么 我方基于主权的真言 并未立即同意 就是等一下会同意 双方沟通多次后 同意申请为特种建物 不同意习吗 AIT发言人 裴士联说 工人一半是美国人 一半是本地人 他所谓的本地人 要搞清楚 盖楼 都是本地人 美国人呢 是做那个特别安全的 结果呢 这台湾人都去抗疫 说都不用薪水 抗疫几六次 裴士联说 这是美商跟他们的 事情跟我们哪有关系 AIT不管这个事情 薪水又不是我们发的 所以 他说包商之间的问题 你们自己要去解决 但是我们会注意 因为台美关系很重要 中华民国 他的身份证 是台湾人吗 不是 所以 领他的身份证 就算中国人的薪水 台湾人 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是领中国人的薪水 你拿台湾本土的身份证 才是领四倍的薪水 所以 他拿的身份证 去那边做事的时候 都比照中国的工人 为什么 他说 那个包商Wistham 他说 我们每一个进来 帮我们盖楼的 我们都有摄影存证 每一个拿的证件 都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所以很清楚 我们发的工资 就是中国人的工资 这个人 有没有人认识他 跟他讲一下 拿我们的身份证系 就可以领四倍的薪水 结果 太子建设 不得已 申请国际仲裁 他说 我们都请台湾人 帮你们盖 为什么薪水 都发中国人的薪水 他一直搞不懂 所以 告到美国 提出仲裁以后 美国 仲裁机关 仲裁以后 太子建设 由三家联合成岚公司 共同支付和解金 1640万美金 为什么要支付和解金 因为你确实是中国人来盖的 而且 还要支付违约金 因为你都没有造和约 这个就是薪平凡 这是太子建设的总经理 他说 我们会记起教训 这个跟马英九的说法很像 尊重仲裁的结果 公司会记起教训 往前看 这个是马英九的说法也是这样 所以 很简单 拿这项身份证 就是中国人的薪水 他都有拍照成证 每一个来的我都有记录 中华民国身份证 国民身份证 所以是中国人 很清楚 人家不用什么 不用辩论 一看就知道了 中国人 人口讲完了 我们现在来讲领土 这个领土 这张领土 就是蒙古帝国的领土 这个领土 是蒙古帝国 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帝国 这是有史以来建立过的最大帝国 这个人建立的是 成吉思汉 成吉思汉这个人 很伟大 他打下欧洲 几乎整个欧洲都被他打下来了 蒙古帝国 但是 知那人叫他原太祖 什么叫做太祖 太祖就是太祖 太祖你知道吗 为什么叫他原太祖 不是啦 是你的阿祖 阿祖就是太祖 知道吗 知那人 你只要打败他以后 他就叫你阿祖了 懂不懂 所以 不要太 care的中国人 成吉思汉 他会联合 联合这些长城外的民族 长城外的这些民族 有一些什么民族 有契丹 匈奴 突厥 贤卑 所以 不要忘了 他们的故乡都是在长城外 这边很清楚的 这个比较像贤卑的人 这个比较像蒙古人 是不是要按一下 这个蒙古匈奴 突解契丹 他会联合这些其他的民族 所以 他很容易就把苏俄整个都站下来 把欧洲整个都打下来 所以一打下来以后 中国人很厉害 就会往脸上贴金 这是我的太祖 对不对 我们太祖 所以 他叫太祖 真爽 中国先把你摘下来 中国摘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还比较大 那时候几乎整个亚欧 都在他的铁蹄下面 整个欧洲 但是台湾还没有被他打下来 日本还没有被他打下来 蒙古会败王 就是因为打了日本 中国人 中国人最喜欢说世界大同 但是 谁要跟你同 是你知那被同 你最想世界大同 你是被同的 他们都说 天下为公 但是 谁要跟你公 你要知道 没有人要跟人家公的 是知那变公公 懂不懂 还叫人家元太祖 所以 有时候历史 不要光看一面的 有时候 我们真的是 被人家骗了 还以为 这个更厉害 这个是 成吉思汉的孙子 他在1215年就出生了 但是 他在1271年 打下中国以后 定国号叫做元 他的国家叫做元 不是叫元朝 你们不要以为 真的他叫元朝 他的国叫元 中国人很聪明 一打下中国以后 他马上认他当祖宗了 对不对 他叫他元氏祖 所以 中国人 我们只要打赢他以后 他就要叫你祖宗了 所以 不要太烦恼 这张图 很简单的 这是北方的民族 蒙古 徒爵 匈奴 匈奴 鹹北 都是西北 这是西北牌 苏严文和宗教人 苏严文是东南牌 宗教人就是西北牌 你们别人笑 这是真正的 东南牌将来 不要打赢过 都是西北牌 在赢 西北牌 都在赢 所以 他们都乘 representa 他们乘诊败udible 念 一定赢 一定财 走南牌 每天都在政財 只有 wilk 所以喔 一定賤術的 賤術 後如何 賤術後就賣國了 賣國 就把原條 帶來中國的律師 說他那時候有這個原條 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託律師這樣 中國那時候我沒出事 中國是清條沒夢之後才出事 對不對 還把原條帶來你們自己的臉 說這個 原太祖 原世祖 不要臉 那些專家很競爭 都跟我們講 喔 蒙古是我們最強大的 威震亞歐 是蒙古人的威震亞歐 不是中國人 不要搞錯啦 漢人 會不會走去 要感謝這個人 這個人 做耶律儲財 這個人是契丹人喔 不是中國人喔 也不是漢人喔 契丹人喔 他說喔 他那時候在做大冬 在蒙古 承吉思汗的家裡做大冬 做大冬的時候 承吉思汗 本來是要把 漢林的良田喔 全部 做牧場用 他喔 趕快出來阻止 他說不可以 這樣子會餓死很多人 所以啊 阻止龍田做牧場 因為蒙古人都是養牛的 沒有在種地的啦 所以他們很喜歡用牧場 但是要牧場要怎樣 要把人通通殺光 他就足足喔 大規模的屠城 因為蒙古人喔 每打下一個地方 趕快殺人 殺了人殺完以後 他的土地啊 才能做農場用 他提議喔 不要殺他們 讓他們絞碎就好 他承吉思汗想一想 也對 讓他們來絞碎 所以 漢人啊 才沒有滅種 那時候喔 漢人啊 被占領了以後 滅國了以後 第一胎啊 都要摔死 這有原因的 出生第一胎啊 因為喔 漢人的每一家裡面喔 要安排一個蒙古人 住在他們家裡 叫做頭人 這個頭人喔 吃住都在漢人的家裡 而且啊 要跟哪一個女孩子睡覺 誰他的意思 因為你已經被占領 你被滅國了 你沒有什麼權利 漢人每一戶喔 有娶新媳婦來的時候 第一個啊 要先跟村中的那個大頭人 先睡三天 然後啊 再輪到你家裡面那個 那個小頭人啊 再睡三天 最後啊 才輪到漢人的丈夫 所以才能把 才會把第一胎摔死的原因在這裡 不然都生到蒙古人的後代 這個蒙古 頭人喔 習慣喔 這個叫頭人 叫做老趙爺 女的叫老趙奶 還畫了圖喔 貼在那個 廚房裡面 上面啊 還寫的叫一家之主 就是這張圖 這張圖他們還寫很清楚喔 二十三日去 初一五更回 那夜二十三日去 初一五更回來 為什麼 因為他要上天言好事 下界啊 保平安 這是一家之主 為什麼要上天 因為啊 他們到蠟葉二十三的時候 要到縣城去匯報 要匯報我的村子 有沒有平靜 蠟葉二十三那天啊 整個村子啊 要準備好東西 讓他帶去 帶去縣城 所以啊 帶去縣城時候 他才會幫你講好事 回來的時候 才會吉祥 所以啊 他們叫那個 祭兆 這就是 斯德格爾摩症候群 人家把你滅國了 人家把你強姦了 你還愛上他了 還自認蒙古喔 是華夏的一個朝代 蒙古人會這樣認為嗎 蒙古人會說他是中國人嗎 中國人是東亞病夫耶 中國人是東亞病夫耶 會有人認為他是中國人的嗎 艾山之後啊 無中原 明王之後已經無華夏 華夏的文明喔 輪上啊 曬宋朝的滅亡啊 絕對不是只有 朝代的更換 是被滅國了 這是再次被滅國 這是滿清 他們講很好聽 叫滿清入關 如果以一個國家跟一個國家來講 叫做滿清入清 是不是這樣 他說滿清入關 這是奇人啊 劉辯子啊 他們的吉祥物叫龍 他們是龍的傳人 漢人可不是龍的傳人耶 不要搞錯啦 他們都教你們 你們是龍的傳人 不是啊 漢人的吉祥物是豬啊 這個更好 這個喔 也是打敗了中國人以後 就馬上叫他周宗啊 叫做清太祖 清太祖 盧爾哈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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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讓人再度 論他的祖宗了 這是滿輪啊 他們呢 北方民族啊 全部都叫通古斯語族 通古斯語族分很多種 就是普遍齊語啊 匈奴語啊 突厥語啊 那些合起來 都叫通古斯語 這是滿輪喔 滿輪是從蒙古文過來的 他是從蒙古文 那個演習過來 這是滿清的國旗 滿清 他們跟我們叫 滿清叫一個朝代 其實啊 他的真正名字叫大清國 他絕不是一個朝代喔 他是大清國 大清國他的國旗長這樣 龍是他的吉祥物 他的版圖有點大 清國他的版圖啊 這個到這邊來喔 這邊都是 整個泰國緬甸啊 越南這邊都是啊 他的疆域喔 還包括到這邊啊 這個 全世界都知道喔 他叫東土耳其斯坦 他們就叫做新疆啊 啊這個 他們叫西藏啊 其實叫屠博 屠博 有一個流亡政府耶 他流亡政府啊 在哪裡 你們錯了 流亡政府啊 只可以流亡在城市 不可以流亡在國家 達蘭沙拉才是他流亡的城市 不是印度 所以啊 他們都教你們錯誤的常識 就跟那個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啊 只可以流亡在台北 他不可以流亡在台灣的原因在這裡 還有啊 Korea Israel in Shanghai 有沒有 Korea也曾經流亡過 他流亡在上海 還有啊 比利時流亡在倫敦 法國政府也是流亡在倫敦耶 他不會流亡在英國耶 對不對 很簡單的道理耶 一個國家的國民啊 公民啊 出國去喔 回不去 不管什麼原因啊 都是爛民耶 不會變成農民耶 一個國家的國民啊 或是公民啊 離開自己的國土 回不去啦 都叫做爛民 絕對不會變成農民 這個啊 這張圖就很清楚啊 滿洲國啊 就是清朝啦 他們說的清朝 滿洲國 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喔 他把侵入中國以後啊 中國啊 其實那時候不叫中國了 他已經變成殖民地了 對不對 殖民地啊 整個都被清朝給 清國啊 給佔領 這就是旗袍 很漂亮 連外國人都想穿 旗袍 旗人穿的袍 叫做旗袍 不是中國人穿的啊 不要搞錯了 不是漢人穿的啊 旗人啊 綁小腳 我媽媽綁個小腳 一生啊 走路都不方便 一定要拿拐杖 綁的小腳等於 殘廢啊 還美其名叫三寸金蓮 這個啊 這個啊 就是慈禧太后 他們穿的才是 真正的旗袍 他這上面喔 還寫得很清楚喔 叫大清國 當今聖母皇太后 萬歲萬歲萬萬歲 他們還叫他 祖母 所以喔 有時候啊 這個要洗你腦的時候 就是這樣最快 媽祖跟祖母 不要搞錯了 不要搞混了 媽祖跟祖母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祖母 跟我們媽祖 是不一樣的喔 不要搞錯 不久喔 很多人搞錯 你不相信我 拿照 拿證據給你們看 祖母在這裡喔 沒有搞錯喔 啊 他們這僵這個什麼 說給這個媽祖 啊這清的學宗 是什麼學宗 清朝的學宗 清國的學宗 媽祖 不是清朝的 媽祖是送條的時候呢 啊清朝的 這個什麼 這是慈禧太后啦 他跟你們騙說 他這個祖母 知道嗎 這就是清兵清的衫 跟剛才那樣的 是不是 清兵 啊 我要在這裡跟你們講喔 四八派 又贏了 冬南派 對不對 冬南派的時候 又不會國際 啊什麼叫做 鼠典望族 我跟你們講 什麼叫做鼠典望族 口口聲聲說 你們是漢家人 啊 順順順順喔 都齊人樣 開口閉口 還說是唐人吊 你還唐詩三百首 引到很漂亮 滿嘴的胡言啊 又其餘 這就是鼠典望族 唐詩三百首 要用火爐為情 人 台青帝國是有憲法的 台青帝國 它是有憲法 雖然是沒有幾天 也是有憲法 啊 日本跟一千國 在港湖戰爭 喔 是因為朝鮮 朝鮮就是韓國 那時候喔 因為朝鮮喔 一些叛變的事情 所以喔 他們去日本干涉 干涉了 清國也干涉 所以啊 引起兩國戰爭 那時候的戰爭叫 封島海戰 這戰九國的而已 啊他們的戰的 起頭啊 不要選擇 因為啊 戰爭是很大的事情 不是發打就打 我們兩個稍微打 發打就打 國家跟國家是不能發打就打 要先選擇 這是戰爭法規定的 九個而已 清國就建書了 建書之後要怎麼 要簽教育 要簽好兵教育 這是下官教育 啊 中國人都不想選擇 都說 馬關條約 他不想選擇 沒關係 不免他選擇 日本喔 不是跟中國戰爭 日本是跟清國戰爭 對不對 要搞清楚這個情況 所以不免中國選擇 清條 帶就不會忘了 清國不會忘了 所以喔 不免中國選擇 這個選戰喔 說到這個選戰喔 那時候中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中國有四個政府 實際上是三個啦 因為一個政府是日本 和福祉的滿洲國 那時候 有重慶的國民政府 跟延安的巴陸軍 邊區政府 還有南京的汪精衛政府 跟這個日本福祉的 這個滿洲國的府儀政府 那時候滿洲國 如何獨立 啊 國民政府喔 對卓心國先戰 跟共產黨 對卓心國先戰 啊 王精衛跟 萬洲國喔 向誰先戰 向同盟國先戰 所以 中國人喔 一半的人喔 向美國先戰 一半的人向 日本先戰 所以 全世界都不知道 你要向誰前 這個人喔 這個人喔 是美國的傳教士 就是丁偉良 他是在清朝的時候 清國啊 拜託他 翻譯萬國公法 把這個萬國公法翻作中文 這就是萬國公法 所以啊 人家清國 完全都有照萬國公法在走 是只有現在去我們 別國了 因為他被孫中山革命成功 戰爭法喔 有包括五個部分 第四個部分的耶穌 第一個耶穌就是海牙第四公約 他完全是在講 戰爭的事情 第二個是日日和和平公約 第三個啊 是洪詩智慧的總會 有關部 戰爭的部分 第四個啊 是美國陸軍總署喔 的野戰手冊 他總共有三千多條 第五個喔 他是判例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還有一些戰爭法的判例 這就構成戰爭法 所以戰爭法是沒有明文喔 他沒有一本書叫戰爭法這本書 戰爭法是綜合這些法律 綜合判斷出來的 跟國際法一樣 國際法也很包括很多 人權公約也是國際法 萬國公法也是國際法 我們要記得齁 清國大清國當初也有讓台灣人參政喔 有讓台灣人去考舉人 考狀言 還考秀才 還有傍言 這個都很清楚 而且啊 還有叫他們去當清兵 也實行滿話 怎麼滿話 要叫台灣人要留辮子嘛 對不對 而且要穿旗袍 要綁小腳 要替法衣服 沒有替法的 砍頭 很簡單 中國人那時候被滿清入官以後 也是這樣 替法衣服 不從則斬 很簡單 為什麼他會失敗 就是因為清國沒有征服高砂族 他沒有征服高砂族 所以還把整個台灣割讓給日本天皇 這一點是他失敗的地方 不然他已經快成功了 也有參政權啊 也有參軍權啊 而且還滿發 為什麼會失敗 就是沒有征服高砂族 所以高砂族對我們很重要在這裡 把台灣永久割讓給天皇 這就是那時候 馬接醫生到台灣來行醫的時候 連馬接他都滿話 這個是台灣人 綁辮子 穿旗服 馬接他也滿話 他娶台灣的老婆 他老是跟我們講 我們漢人 我們幻話 他都在騙你們 從來沒有漢話過 這是馬接醫生 他的全家福照片 他娶的這是台灣老婆 台灣媽 台灣媽也是萬青 也綁小腳 新的兒子也穿旗袍 所以滿話很徹底啊 因為你不滿話就砍頭了嘛 所以還是要滿話 這條歌大家都會熟嘛 叫長城堯對不對 大家都很會唱 萬里長城萬里長 長城外面是故鄉 以前唱都沒什麼問題 我跟你們說了那些以後 你們就會覺得 真的問題出來了 你的故鄉是在長城外面 那你是什麼人啊 是嗎 我看是突厥喔 蒙古 其他人喔 他們的故鄉都在長城外 長城呢 就跟我們家的圍牆一樣 你有客人來參觀你家的圍牆嗎 你有客人來 你會帶他來看你的圍牆 蓋得多漂亮嗎 會特別強調說 我的圍牆就是到這裡 而且還是我祖先就蓋的喔 我兩千多年前的祖先就蓋了圍牆了喔 那表示什麼 表示你的土地只在圍牆內 圍牆外面是別人的土地耶 這點到底為什麼中國人會想不通 我搞不清楚呢 長城外面啊 都是這些民族 江 傑 匈奴 賢北 土傑 蒙古 女尊 契丹 絕對 漢人絕對沒有住在長城外啊 那你的故鄉在長城外面啊 那你是這個人呢 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最厲害 一下子變契丹 等一下變蒙古 再過三分鐘 又可以變成匈奴 等脫下了面具以後 又變成漢人 最厲害了 是不是這樣 中國人最會變 他可以變東變西啊 所有的民主通通變完 因為啊 中國人的國籍法裡面規定啊 中國人喔 到哪裡都是中國人 你住到美國也是中國人 你住到英國也是中國人 所以喔 他們外國人很氣中國人 為什麼 你都已經在我們這邊當兵了 你都已經在我們這些 這邊繳稅了 你還在我們這裡投票囉 你還說你是中國人 這一點呢 實在是太過分了 這就是斯德格爾摩正厚前 愛上強大 每一個來打你的 把你侵略的 你都叫他太祖 滿洲啊 你還認為他是你的朝代之一啊 滿洲人會這樣認為嗎 滿洲人會說他是中國人嗎 蒙古人會說他是中國人嗎 他會說他是漢人嗎 所以啊 全世界叫他東亞併戶是有原因的 因為啊 中國人打仗從來沒打贏過 中原華夏喔 漢人啊 唐人啊 這些早就滅亡了 賀的人喔 村在台灣而已 村台灣一些 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憋不足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中國人啊 現在都說精騙子 講到滿洲話 講到最普通話 還要捲舌喔 捲舌捲不好就不是北京話啦 精騙子就不標準囉 我們知道 天皇啊 跟日本跟大清國皇帝 簽的和約是下官條約 他們日本人啊 好 你不承認下官條約沒關係 那叫日清漢和條約也可以 可是中國人偏要說馬關條約 要記得啊 日本可不是跟中國戰爭喔 是跟清朝戰爭喔 清國戰爭喔 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出生喔 這是定下官條約時候的場景 日本喔 是伊藤博文跟陸澳中光 那清國呢 就是李鴻章跟他的兒子李金芳 這是在下官市的春帆樓 這是一家飯店喔 春帆樓喔 在這裡簽下官條約 那這裡已經成為博物館了 因為簽下官條約的關係 這是下官義 我們台語叫牙啦 正牙後牙 秋拿牙 台北牙 就是這個牙 下官牙 這就是牙 牙就是車站的意思 正站後站 正牙後牙 下官條約喔 屬國際條約喔 完全都符合國際法的規定 所以到現在還有效喔 你不要以為下官條約簽國 已經滅亡了 就沒效啦 還有效喔 如果不守約 好 和平條約的簽訂啊 不代表戰爭的結束呢 你不守約 再打 1937年的時候 日本政府依照萬國公法 實施防民化 對吧 跟漫畫的意思一樣 相關 配合啊 嚴禁首相的同化論跟內地延伸 在1945年的4月1號 實施明治憲法 使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為啊 他已經完全征服高砂族了 把整個台灣都征服了 所以啊 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實施明治憲法 一實施明治憲法以後 台灣就成為日本 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時候台灣殖民地啊 由殖民地升格 為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日本時代喔 他們的戶口名部做得很詳細 到現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用的戶口名部 大部分都還是日誌時候的戶口名部 他甚至也把一些不想讓你們知道的 塗成黑色的 戶籍藤本上面 他著名清的才是知那人 你不要以為他幫你著名湖 你就是湖州人 幫你著名廣 你就是廣東人 幫你著名何樂為何樂啊 不是湖州人耶 著名清的才是中國人 他這份裡面 他這份裡面喔 這裡清才是知那人 你回去看你的戶口名部喔 他如果寫福啊 代表是你們家裡的人會講 湖州話 何樂為啊 著名廣的喔 代表啊 你們家會講客家話的 平埔族喔 不是中國人 是平埔族 會講客家話 會講何樂為 但是忘了母語 他就著名湖跟廣 這個喔 他還著名的很詳細喔 你有沒有蠶族啊 會不會講湖州話 何樂為啊 有沒有西鴉片呢 阿片就是鴉 而且還著名這個是竊還是欺 蠶族阿片 福啊 福就是何樂為啊 廣就是廣客家話 還著名有沒有天花 打疫苗偏花 還要 你是幾分熟的 幾分熟的蕃啊 阿其實蕃喔 不是罵人的 蕃啊 是蕃人喔 在稱外國人的 你知道嗎 蕃人啊 在稱外國人都叫蕃 你知道嗎 西洋人也是蕃 西洋蕃 歐洲蕃 紅毛翻 阿中國人自己翻 都叫人翻 你知道嗎 所以喔 他們自己 要做的 都不敢說 阿叫別人做 他們說喔 這裡不可以隨便丟垃圾喔 那一定垃圾一堆 這裡不可以大小便 那一定專門的小便 這是在1949年6月15號的報紙 那天啊 給我們改革幣 給我們改革幣制 喔 很好聽 改革耶 給我們四萬換一塊給我們改革啦 他怎麼一塊換我們四萬 改革 奉令以四萬元比一則成新台幣 我們叫台幣更多 我們叫台幣更多 要把我們換 這喔 說的蔡英文 他喔 要打倒 沒有啦 不公不義喔 要讓他倒啦 我們看看喔 說喔 他怎麼說 他說 中華民國啊 等於台灣啊 台灣啊 也等於中華民國啊 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政權了 我要給他問看看喔 看這個 英文啊 跟英九是不是也等於啊 英九啊 是不是也等於英文 還是英文等於英九 如果這樣也成立 那我也承認了 他說 要公平 要被公平打倒啦 要被正義打倒 所以啊 請我們幫他養小豬 但是養成變成大豬了 那時候要拿這個小豬啊 還要排隊 喔 大家搶都搶不到耶 我也去排了一隻 喔 這是排隊的盛況 啊 結果呢 收回喔 十四萬三千隻的小豬啊 志工喔 開心取錢耶 搶到喔 優勝背痛 還要大聲聽就夠了 總共開了兩億一百二十萬 他還得了 他還得了六百零九萬票 每一票兩百三十塊 剛好拿了十四億多 加上兩億啊 十六億多 啊 不過這個不是他拿的 下面這個不是他拿的 這個是政黨他拿的 他拿了兩億多而已 他也沒有說之外 要兩億拿出來 請我們喝涼水啊 這是他開心取錢的樣子 開心吧 啊你們認為 小英輸了嗎 啊 啊國民黨呢 他怎麼會在於這種小錢 十幾億在他來講 辦一個發展就一百五十億了 十幾億算什麼 那是給你的小費 是不是 給你民進黨跟我比賽的小費 不然你怎麼要跟我比賽 是不是 一場球賽啊 打起來如果都沒有勝算 沒有人要跟你打 沒有獎品沒有人要跟你打 是不是這樣 打了 嗯 有十幾億好拿 為什麼不打 很簡單嘛 國民黨還有貓籃啊 還有魚刺啊 炸虎啊 對不對 拉法葉P3C Apachi啊 哪有在看這些十幾億啊 十幾億在玩什麼 所以啊 中華民國一種花就很爽了 這條歌喔 大家也都很熟 也很會唱 四伯的花園啊 一眼都看不完耶 四伯的花園 一眼看不完 木渣地毛蘭 藍藍藍香蓮到山邊 有聖人和見人 來這裡搶家園 你搶我多重 送你了一百年 只要黃河喔 長江的水不斷喔 這條歌他就可以一直唱下去了 還好 黃河長江的水喔 都已經斷了 不要撿了 這是安倍首相喔 安倍首相喔 一直說我要把北方四島給搶回來 拿回來 普丁喔 一直叫他回去那一書 要讀書啦 他一直搞不清楚原因 所以他派來那個助理啊 來問我們秘書長 為什麼 書二老師說那個不是我的 明明就我日本的土地 為什麼不是我的 所以啊 聽了秘書長的建議了以後 他說啊 提出啊 大亞洲的概念 要積極建構自由繁榮的支湖啊 就是一個湖型 湖型包括哪裡 當然包括台灣啊 對不對 他有讀書了嘛 叫他助理來這邊讀書了 所以他回去以後他就知道了 知道說啊 北方四島啊 要台灣人來 來討這裡討有啦 你本人討討沒有啦 因為現在的日本人啊 不是以前的日本 台灣人才是以前的日本 知道嗎 所以要討我們台灣人討 我們台灣人又是皇民 這就是北方四島 這個 只有北方四島 我們這次的那個 俊手考試 扣幾個字 這四個島 記起來就好幾分了 他有 有折桌島 國厚島 色丹島 還有齒舞群島 這就是北方四島 其實這北方四島 他以前住的人 純粹是日本人 日本人他們說 他那時候為了要佔領他的地方 把北方四島的人 通通用船載回日本去 就當成北方四島 是無人島 無人島以後 他站了以後 他就可以說 先戰先贏 但是我們秘書長教他 在那邊涉及的人口 那個戶籍要留下來 表示那邊有人 不能說無人島 什麼是政治 政治跟政府 是分不開的 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 管理眾人之事 從什麼地方開始 從刷身份證開始 政府就是管理眾人的機構 管理眾人的機構很奇怪 美國政府竟然可以關門 不只關一次喔 美國政府總共關了17次 他有沒有倒 沒有 美國政府 關再多次都不會倒 為什麼 因為一個國家 如果沒有政府 而且還可以運作正常 那這個國家 簡直就是理想國 是神的國度 不需要政府來管 就可以運作正常 那這個政府多棒 這個國家多棒 是不是這樣 管理眾人之事 就是要 從刷身份證開始 那我們有沒有開始發身份證啊 有沒有執政啊 我們有沒有開始發車牌啦 結果我們一開始發車牌 中華民國怎麼辦 趕快也發新牌啊 他說為什麼 防止偽造車牌 為了防止偽造車牌 他要印這個新的車牌 是真的這樣嗎 他是在騙你們 說我為了防止這個假車牌啊 要造這個新車牌 他是在替我們開路 因為我們發行這個車牌以後 他就可以講說 這個也是我們發的 所以啊 他沒有辦法就是這個原因 這是美國政府委託我們發的 開始執政的證明 你不要以為 發幾張身份證 發幾張車牌沒有什麼 開始發身份證那天就開始執政了 只是我們啊 還在賠錢 賠錢的政府 我們不敢說是政府 裝中華民國這一張車牌啊 你就必須要貼ETC 對不對 E-TACO要貼啊 才能無欧元嘛 對不對 E-TACO裝了以後才可以無欧元 E-TACO你知道什麼嗎 海產那個TACO啊 他用這個無欧元給你混淆過去 你們不要忘了 E-TACO公司是遠通公司 遠通公司是民營公司 民營公司啊 他只能根據 流亡資料喔 去追你的錢 他不能根據啊 你我們的車牌來追你的錢 所以他是民間公司啊 他沒有強制力啊 但是你掛他的白牌你就要忍啊 你再怎麼樣你就是要忍 要繳錢 繼續忍 這是我們掛的牌 我的車目前也是掛這邊吧 我從來不煩惱說 ETC扣我幾次錢 因為ETC從來沒有扣到我的錢 這個是美國政府喔 17次關門 17次關門啊 的時間 美國有沒有比較弱了 沒有 他關門17次沒有什麼感覺 反而省了很多 薪水啊 政府說完了 我們最後一個條件 一個國家 最後的條件 才是外交 對不對 人口最重要嘛 再來是住的地方嘛 土地嘛 管理土地的 再來啊 就是要跟外國人 外人 其他人交往 交往以後啊 才能生 生養眾多啊 你獨自一個人 生不了啊 啊 要兩個人以上 才會生啊 這是聯合國喔 是世界上最大的外交機關 現在總共有194個國家 這張圖喔 吳邦國喔 在會見 加拿大的總理哈伯 也是在告訴他 我們家 圍牆就是在這裡 圍牆外面喔 都是蒙古人住的地方 他還 跟哈伯講喔 你要承認台灣是我們中國的 哈伯就跟他講 你圍牆都圍在這裡啊 你怎麼說台灣是你的 中國一直要求啊 加拿大 要承認台灣是 中國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加拿大就回他說 第一點 台灣又不是我的 我怎麼承認是你的 對不對 第二點他說 我根本啊 就沒有權利來承認台灣是你的 沒有哪一條法律有權利 讓我有權利來承認台灣是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第三點他說 即使啊 我承認了也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我的人民 我的飛機 我的輪船 要到台灣去啊 拿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簽證 根本就沒有用 我還是要到台灣 去申請簽證 才能進入台灣 所以啊 我承認了也沒有用 第四點 他說啊 依條約啊 必須履行的原則 因為你跟人家定條約嘛 外交也是條約啊 你要承認台灣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那我怎麼辦 我變成要出兵啊 把台灣打下來 負責交給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多麼荒謬 他要說啊 那第五點更是 如果台灣是你的啊 就像海南島是你的一樣 你不會整天叫著海南島是我的領土 要求世界各國啊承認海南島是你的國土 是不是這樣 所以啊 你這是白搭了 就依這五點理由 說得中國 啞口無言 十三億口 其實他們現在是十六七億人 有時候 他們世界上就講 中國是毛澤東的折磨 毛澤東的煉獄啊 為什麼 因為人太多了 中國人 還行使一胎化 一胎化會造成什麼結果 第一個 沒有叔叔伯伯 沒有姑姑 沒有阿姨 沒有兄弟姊妹 丹操一格 以後沒有親戚 那會變成什麼 無肥無膜色 無親無情 你自己想 一個國家如果十幾億人 每一天早上 吹個開就是要吃飯 你想要有多少 所以 現在美國 跟巴西 完全都在種黃豆 都在市場 美國在收割黃豆的時候 收割機 十幾台排一台 這樣收割過去 嚇死人了 可是中國人在收割 還在 所以 根本就割不 不夠自己吃 他的糧食現在已經是 一半都進口了 他騙中國人 他們每年糧食都 增產幾倍幾倍 其實 他們光是筷子都不夠 你想想看 中國有十三億人 他是帳上十三億 因為一胎化的關係 很多人不敢報戶口 因為你一報了戶口 你生兩個 花錢 一發錢 像張藝謀 一發好幾百萬 哪有人受得了 所以他們生孩子 從來不敢報 結果會變成怎樣 你十七八億 也說你十三億 大家一張口都要吃飯了 所以 中國根本就沒有半棵大樹 因為光做筷子都不夠 他們現在餐桌上的筷子 都還從美國進口 因為所有的中國大樹 都早就砍光了 因為一棵二十年的大樹 只夠做四千雙的筷子 中國人一年要用八百億雙的筷子 你想想看 光用這個數字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算 所以為什麼不會打仗 美國一直跟我們講說 中國根本就沒有力氣打仗 光是為中國人吃飯 就不得了了 沒有力氣打仗 就算要打仗 中國八成的官員 他的那個子女 都在美國留學 我美國只要請他們來我家吃飯 就解決了 根本就仗打不起來 對不對 很簡單的事情嘛 那些高官敢打仗嗎 所以啊 我們今天的課就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 稍等一下 現在要宣布等一下分組討論的位置 高雄州在 辦公室對面的會議廳 然後 剩下來其他 所有的學員在咖啡廳那裡 進行分組座談 所以請各位學員現在可以開始移動 謝謝